大家好,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估计大家在双11跟黑5期间 都添置了不少新玩意儿 为了提高视频的拍摄质量 我也购买了一些新的设备 以后每次出门要带的东西 可是越来越多了 最让我头疼的呢 就是这个 各式各样的充电线和数据线 几乎买的每一个设备 都会给你配一条这样的线 不仅要记得每一个接头的类型 还得记得这条线 是用来给哪个设备充电的 这实在是太肥脑子了 因为常年接触这种棘手的问题 我呢已经整理出了一套 自己的解决方案 为了治愈更多 像我这样的强迫症患者 所以今天呢 我就来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平时是如何收纳和整理 这些数据线的 收纳这些数据线的第一步 就是要进行标记 这些数据线呢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它们都长得差不多 黑黑的 如果它的接口呢 是完全一样的话 就更没有办法分辨 哪一根才是原砖的线 所以为了避免在使用的时候 出现不匹配的问题 我在每次打开包装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进行标记 这样才不会在将来使用的时候 找不到哪一根线 我喜欢使用这种彩色的胶布进行标记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用不同的颜色 来区分不同类型的设备 然后用mark笔进行标记 这样在每次使用和寻找的时候呢 就一目了然 特别好找了 数据线一多呢 就容易缠到一起 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特别麻烦 所以我在每次使用之后呢 都养成了一个习惯 把它先整理好 而这个整理的过程呢 其实很简单 全程只需要两秒钟 秘密武器就是 这个 这是我使用过的 最方便 最好使的手拿皮筋了 使用的时候 只需要这样绕一下 把皮筋 绑到这个木头头上 就可以了 利用这个皮筋的设计原理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DIY 需要的材料在家里 也很容易找到 这是我平时买菜 拆下来的皮筋 理论上 只要是可以固定皮筋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代替木头头 这个是从我一个不用的包上面 拆下来的小部件 通过这两个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组合成 刚才类似那个 带有木头头的 手拿皮筋了 没有材料 DIY也没有问题 可以购买魔术绑线带 作为代替品 市场上的绑线带呢 主要分为两种 其中一种呢 就是这样 类似魔术贴的绑线带 它使用方法很简单 就是在线上绕一圈 这样粘上就好了 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当每次打开之后 就不知道放哪了 所以很容易丢 我呢更推荐 使用这种有孔的绑线带 它使用方法 是将有孔的这一头 铲到线上 双口去 这样系紧 然后将线这样绕好 然后再把这个线 缠绕一圈 固定住 这样线呢 就不会乱跑 之后 再绕一圈 这样就整理好了 这种绑线带的好处呢 是不容易丢 尽管你打开这个线之后 它还是会缠在线的另外一头 所以我更推荐 使用这种绑线带 外出拍摄的时候 最怕就是带 特别多这种零碎的东西 很容易丢 也不好找 旅行的时候呢 就更害怕这个问题了 所以呢 我会把这所有的数据线都放在这样的一个收纳包里边 同时我会在包上标注这里面放的都是什么样的线 凡是需要使用这些线的时候 我只要打开这个包就可以找得到既整齐又方便 以上就是我关于充电和数据线的收纳小技巧 希望能帮到你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会在这里分享更多的旅行摄影技巧 以及后期的修图教程 欢迎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我也是才知道 同样是USB-C的充电线 它们居然不通用 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我想要使用这个充电宝给我的OSMO Pocket充电的时候 充电宝自带的充电线居然不可以用 就是开了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 无法进行充电 可是我用同一根线插上直流电源 就可以给OSMO Pocket充电 很奇怪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就到官网上去搜 然后很多人也反映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官方呢就给出一个答案 就是说当你使用充电宝的时候 一定要用OSMO Pocket 原装的充电线才可以进行充电 虽然我不知道在技术上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这个案例呢 就告诉我 每一个设备的充电线 必须要和它原装匹配的设备一起使用才可以 也许OSMO Pocket是一个个案 但谁知道哪一台设备在使用当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特别是新买的设备 因为我们对它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所以对数据线进行标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一条只需要相信 这个案例可以使用 这种案例是用选择的 也是作与地方 如果您须多的事 更多的事 您可以忘记一个机会 但是您可以看到